接着就是供奉李业 供奉李业之中 你看到他站在宝利加通道中族的上面 我们看看他 过了五天的时候 这个是有六成左右的大户 是卖他的 主动沽的大户只有四成左右 所以过了五天就是这样 那么今天的时钟就六成左右的大户主动买他 只有四成左右的大户主动沽他 于是又是可以站好 因为我们看着一件事 股票是不认人的 认钱的 大户小户都是这样的 因此这一点 应该是当去供奉李业调整之后 在这些位置调整完了 在这边有支持了 上回来再下回来 应该这个再一个调整 那之后可以升了 升升跌跌 一定要讲成交支持